今儿了 要说现在停车难是很多大城市的普遍现象 我看有的小区 园区外边停车都停了两三排 左三圈 右三圈 找车位找得眼珠目的都发蓝 为了能够有地停车 很多人在买房子的时候 都是咬牙跺脚 花钱买固定的地下车位 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最主要的是还没人抢 沈阳的小高在沈阳中海和平之门三期买房的同时就买了车位 本来这是一件高兴的事 可是小高每一次停车的时候 心里边都憋了八曲的 他开着自己家的保时捷来到车位 被他说是最危险的地方让他崩溃 倒车到了三四五圈子让他很不喜欢 关上了车门走到旁边 一阵阵酸 我实际现在停车的话就不方便 一个是要撞墙 一个是要开门下不了车 在一个和邻居要是完美的错开才能停 小高家住在沈阳市中海和平之门三期 去年年底交房的时候 他才看到自己买的车位 一下就傻了 左边一堵墙 前面有将近五十厘米的突出墙体 这让女司机如何是好 右侧有一个卷连门 然后卷连门突出了将近五十 我有两过五十厘米的距离 然后左侧有一堵墙 而且墙和划线的距离是完全贴近的 没有预留位置 墙和线是完全贴合划的 然后导致我就是停车之后 左侧开门是不方便的 我已经照右线可能也就这么一点点距离了 对 平时不要紧 那你上呢 我上不去 我现在 你看我车这个门已经完全吹墙的了 我现在是这样面前 你等我能上来 这样是要上来 要我就飞进来 对 我要有个孩子拿个婴儿车我都拿不了 小高说 因为自家车位左卫是墙 他停车的时候要么占点隔壁的便宜 要么就需要隔壁做出点牺牲 两家头尾错开停车 隔壁是开不了车门的状态 如果说我天天这样停的情况下 隔壁完全开不了门 他会天天找我 让我挪车 邻居的话说 我家有孩子还天天上下车 然后呢 不可能天天给你绕 而且我也是个女 她说我是个女司机 我停车也不可能停得特别好 小高也觉得挺无奈 俩女司机又遇到了这么个费劲的地方 属实不好整啊 而且就是这么个车位 当初花了十一万五买的 比隔壁还贵呢 如果是一个男司机 我觉得这种情况 有一个五十厘米宽 占了你车位五十厘米宽租的位置 你也停不进去的 男司机也是停不进去的 有没有觉得是自己要求点矫正 有没有 没有 如果说我这个车位是便宜买的 我认可 我知道我这个是 知道我这个是瑕疵车位 我便宜了 我认可 有一堵墙 可是我买的时候就是一个标准的 没有告知我有墙面 没有任何不利因素 我是花了比乡林车位贵了两到五千的价位买的 花了高价还买造新了 小高说2018年沈阳市和平区中海和平之门三期发售 当时的销售政策是买房加车位 力减六万还能优先选房 一个销售策略就是捆绑销售嘛 然后就是买了车位可以优先选房 要不然的话只能挑剩下的 为了确保自己相中的楼层户型能够买得到 小高就买了这个车位 在销售表格中 他买的车位比隔壁要贵了两千块钱 一窝蜂的进去之后呢 指着墙面说 我要这个车位我要那个车位 蓝色的图纸 然后我们间隔了有两三米的距离 然后去选的 确实挺难为女司机 就这车位 以我十年驾龄老司机的手法 那停车也得小心翼翼手心冒汗呢 而且你开个车门都费劲 你说换谁谁心里不毕业去呀 当初咋没好好挑挑呢 小高说了 当时买车位的时候 也不允许你挑啊 一批人进了寿楼处 墙上写的就是个数字 也不是图纸 谁先选完车位 谁去挑房子 那有啥跟旁边车位比较呢 这个就更让小高闹心了 他这个车位比隔壁还贵 结果整出这么个造型来 你说这可咋整呢 中海说我这个是标准车位 外围有什么墙面啊 突出物啊 不给我管 我交给你的就是一个线内的标准 在小高签订的车位有偿使用协议书上 显示的是标准车位 并没有不利因素的标注 我们的标准车位是两米四五啊 已经告知了 对吧 那我左侧有不利因素 有墙 前面有个防火卷连门 然后还有个墙朵子 不存在的不利因素 好吧 那有个墙和墙朵子 还有个卷连门 那难道就不叫不利因素吗 那什么叫不利因素啊 按照这位中海地产 沈阳有限公司客服经理的说法 小高车位 两侧白线之内的距离是两米四五 符合相关规定 这与车位左侧的墙和车位无关 如果说左侧有墙 尚且能够接受 那么车位左前方的 突出的将近50厘米的卷连门垛子 又该怎么处理了呢 那卷连门你们说给我拆 也没有拆呀 你能完全拆掉吗 您说那个墙朵吗 对呀 这个墙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公司已经反到公司了 我觉得不太现实 因为这个是防火的 再一个的话 如果国家标准的话 也不允许它拆 而且拆如果是只拆10公分的话 它承重就有问题 如果全拆除的话 那防火不规范 小高觉得 车前方的水泥垛子 不可能完全拆除 那么能不能给它的车位 进行调换呢 调换不了 您的车位调换不了 也退不了 我那个原言武算会 已经告诉您了 那在不换车位的时候 您有没有想过换车呢 不可能 我只会越来越升级 谁会越来越降级 买个小车呀 当初在购买这个车位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只是图纸 然后这个中海地产 并没有告知 我们这个车位 当时是会有这种一个堵 或者是有一个设计缺陷在这 而且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涂添了很多烦恼 这个是不符合我们正常的 一个日常所需和交易习惯的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这事换谁谁都憋气 开发商卖车位 一般来说呢 左车灯有柱子的 要比右车灯有柱子的贵 但是你得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呀 小高这个车位 左边的哪是柱子 那是墙 如果说光有墙 侧侧身还能进去 但是前面还有一个消防卷帘门的朵子 这就有点神可忍 熟不能忍了 一天天的停车也太费劲 太闹心了 那卖的时候咋不说清楚呢 小高说 如果说当时说清楚了 他肯定就不会买这个了 他认为是销售方没有尽到告知义务 现在还有不少车位没卖出去呢 那给调换一个得了呗 希望中海地产好好实地研究一下 小高的问题 您是把这卷帘门的朵处理一下 别占车位前方的空间 还是给小高调换一个车位 总之吧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别卖完了之后 就不管后续了 这事容易砸品牌